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丽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视频的主要来聊一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那第一个呢就是分析一下当前的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今天刚刚更新的 这个链上周报关于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我会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另外呢咱们还会根据K线指标的一个情况 来看一下当前这个比特币它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聊一聊我最近的思考以及行动 那我最近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我就在想呢咱们来这个币圈啊 这个加密货币这个投资领域 那是到底是为了什么来的 那能不能实现我们最初的那个愿望 那如果说能实现的话将会通过什么样子的一种一种方式啊 OK好那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请先赞后看好影音不断 好那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做一个免责声明 那么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请千万不要轻易的投资 如果说你想快速学习 并且在这个行业里面开始赚钱 或者是想做这个加密领域的博主 或任何的博主 推特或者是视频都都可以啊 那么可以考虑加入我这个会员群 会员群的加入链接呢 在YouTube视频下方的描述区的那个链接啊 到电报群里后找到群主我本人 那么B站的小伙伴们请一定要私信啊 那如果说你诚意满满的话 请把你的这个微信账号在私信里面告诉我 我会加你啊 OK好那么咱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视频 那这个呃本期的这个链上周报呢 大家也看到了是新投资者的痛苦周期 那我也是看到这个新投资者的这个痛苦 这几个字之后呢 也是展开了一些一些思考啊 那么也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那就是我进到这个圈里面之后 马上呢就被割了 那么我能不能不被割 我能不能赚了钱回家呢 那等一下是咱们聊到重点聊到的一个话题啊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那目前的一个概况啊 那是自2022年11月创下周期低点以来 那么这个是数字资产风险曲线的主要资产的端累计 那比比特币的这个主导地位呢 已经从当时啊 最低点2022年11月的38%上升到了 那如今的56%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比特币 呃是主导地位呢 是38.7%到了56% 那么以太坊呢 那是16.8%到了15.2% 那么咱们结合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曲线吧 这个地方可以更清楚的来看到一下 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周线 把它缩小一下 那2022年的11月份的时候 其实当时呢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啊 是百分之三十几啊 那是呃当时差不多就是见底了 我们结合比特币当时的一个价格来看一下 那是2022年的12月 啊11月份 2022年的11月份呢 那就是一万亩的时候 当时比特币的市值占有率呢 是百分之三十几 那为什么是百分之三十几呢 是因为很多人呢 是把比特币卖了 变变成了什么呢 USDT啊 或者是稳定币吧 那我们说稳定币会更恰难一点 那当时比特币的 啊稳定币的这个占比呢 是百分之七点三 那当目前稳定币的这个占比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稳定币当前是百分之五点六九 那这个还不是所有的稳定币啊 这是只是USDT的一个指数 那如果说我们回到2022年的十月份的时候 当时这个它最高是占到了百分之九啊 延续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那比特币什么时候能见底呢 那稳定币总体的一个占比呢 怎么着都要回到百分之十以上的时候啊 大家要关注一个这个一个指标啊 那这个指标怎么看呢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Glasnode的付费用户的话 你很容易看到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只在这个TradingView里面 你去看USDT或者是USDC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差不多就是占到了稳定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了 好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啊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篇周报呢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目前呢买方和卖方的这个力量呢 势均力敌 所以说我们看不到太大的一个行情的情况出现 好那咱们接着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K线指标的一个情况啊 那之前咱们讲到这个比特币啊 它是跟2019年的小牛市类似啊 2019年的小牛市类似 那么我们这一次看的话 还是要跟以前咱们常用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RSI 一个是这个Starch RSI 那这两个指标对合对照来看一下的话 那么也会很清晰的看到 2019年在这个地方 2019年6月份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也是创了一个高点 大概在65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将近形成了一个死差 那么接下来是往下走 走到了中轴50附近 基本上就是见底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2020年的312的这个事件 那么接着呢 就是它这个指标呢是往上走 来了一波最新的一个牛市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种情况呢 它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 这个指标呢也是见顶啊 这次见顶的这个指数呢 也是我们看一下 见顶的指数应该是在70% 是在70多 那在70多这个位置见顶之后 开始逐步往下降 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月线啊 因为我们要对照2019年的那个情况 那么在与此同时啊 差不多在晚 它这个死差呢 形成要要滞后 差不多一根K线 那么死差之后呢 开始往下走 那这个对照2019年的这个情况也是啊 死差之后往下走 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 RSI的这个指标呢 是先见底回撑 那么那个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当前当下的这个指标呢 回测到差不多在50 我觉得在50 50到60之间的时候吧 差不多我们能说它见底了 那这是从这个指标上来看 那么我们如果对比这个时间上来看的话 那么从2019年的6月份见顶啊 那一直到见底是它是走了9根的K线 也就是走了9个月 那我们当下从3月份的见顶到现在呢 是走了5根啊 5根K线 那么还是6根了啊 这是第6根了 我刚才说错了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看 它是走了 哎 怎么就是5根呢 其实是6个K线啊 走了6个K线了 那么还说明什么呢 还有3个月啊 那我们这是简单的一个克州球件啊 那克州球件从这个地方来类比当下的这个情况 那也就是说要经历9月份10月份11月份 那么跟政策方面的啊 不管是降息周期开始到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降息了3个月了也好 或者是说到时候这个美国大选的这种不确定性呢 它也是到了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 那么差不多 我就认为啊 差不多的那个时候就要见底了 那见底之后呢 并不意味着是马上有一个剧烈的一个涨幅 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 它是在2020年的3月份见底了 但是呢 这个行情并并马上起来 那还是经过了123456 有6根K线的这种小幅的反摊 那么也就是说从今年的11月份 那我们如果还是克州球件的来讲的话 那么也就是啊 这个12月一直到明年的4 5月份 那开始启动行情的话 那么我们将在2025年看到一个超级的大牛市 那这个大牛市呢 我觉得怎么着都是能看到10万以上的比特币啊 那这就是目前当下的比特币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走势的分析 好那咱们接着来聊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 就是我最近在思考 那我们进这个币圈都是冲着什么来的 报复啊 都是冲着来挣钱来的 那我最近呢在这个推特上面我也发了一篇推文 那我就说这个 因为我看啊 最近也是看了一些其他博主的一些观点啊 那很多人说 我们在币圈 我们如果说没有能力 能够快速致富的话 那能不能够这个慢慢的变富呢 那我觉得呢 这种观点呢 你趁早呢 就把它改变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加密货币 它本身的这个资产的配置呢 它就是一个高风险 高收益的一个行业 那如果说我们承受着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 然后呢 我们却要去期盼 或者是可盼一种慢慢变富的一个过程的话 那么我们迟早呢 会亏完 那这也是目前很多 到了这个币圈 到了加密货币这个投资圈子里面之后 挣不到钱的可能是一个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那我是来币圈呢 就是冲着报复来的 那这个行业 这个或者我买了一个山寨币 它不挣钱 那我要及时止损 我要离开的 我要去找一个更能赚钱的 比如说土狗啊 一夜之间就能让我翻倍的 那如果说我找不到怎么办呢 那我宁愿去等 而不是说每一次什么时候都要去梭哈 什么时候都要满仓 永远做多 永远什么热泪融矿等等等等 或者是说有的人就干脆呢 就是跟着一些人去开合约 什么多军永不言败啊 空军永不言败等等等等 就把这个本金的就亏完了 那么这是很多人目前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啊 那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那么我们来这个圈子到底它能不能挣到钱 那我们作为一种小散难道 我们天生就是要做韭菜的这种料吗 我们能不能进化一下 我们能不能变成镰刀呢 那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方向啊 那这个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也跟很多的早期的一些投资者进行聊天 那么我也找了一些投资过VC的这些项目的这些项目方啊 那也是去聊了一些 那么我得出来一个观点 那小散想要去赚到钱的话 咱们撇开这个投资山寨币不说啊 那如果说你是投资比特币的话 那可能你的这个痛苦呢会少了很多 那如果说我们单单纯的是讲这个 我投资山寨币 那我们能不能从这里面赚到大钱 我能不能报复啊 那我只能这么说 呃99%以上的小散户想在山寨币里面报复呢 这是很难实现的 那么如果说有一个项目啊 那我们可以让所有的人摇身一变 从韭菜呢顺利转换变成了镰刀的话 那你愿不愿参与 那这就是我目前的跟一些投资人 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么我们将来呢可能会出这么一个项目啊 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呢 白皮书啊 路线图啊 甚至这个网站呢都在开发当中啊 白皮书和路线图已经出来了 那网站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这个筹划当中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在斯拉纳链上呢 去把这个项目给发出来 那么目前的我这个项目呢 已经在这个我的会员群里面 已经有啊 这个开始募资了 那另外呢除了会员朋友之外呢 还有两个VC项目已经开始参与进来了 那目前筹刀的资金呢 有30多万美元 那么这30多万美元呢 都是一个早期的投资者 这个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那我目前是只针对啊 你如果说你是VC的话 那么你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 如果说你是会员的话 你可以参与进来 那对于其他的朋友暂时呢 先不开放啊 先卖一个关子呢 我未来呢肯定会把这个项目做大 做好 那同时呢 这两天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玩这个黑神话悟空啊 那么我之前呢也有一个偏见 就是我们国人 他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能不能把游戏做好 那目前来看这个黑神话悟空 他已经是大大的超过了我的这个预期 那么我同样也有一个信心 就是我们国人呢 也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 那走向世界 那这是我目前啊 这个这段时间的一些思考 一些行动啊 其实如果说你不参与这个项目也无所谓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你一定要进化 你一定不能只甘心于做一个韭菜 那么你要有一个雄心壮志 那么我如果说不能够迅速在这个圈子里面赚到钱 那么可能你的做法那有问题啊 那或者是你的方向有问题 那么要及时止损退出这个圈子 那如果说呃 你能够赚到钱 找把握好了节奏的话 那恭喜你 你可能是1%的那个非常喊缺的那一部分 那么以上呢 就是简简单单跟大家聊一聊啊 那我希望啊 我希望就是进到咱们这个视频里面来观看我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就是能理解到我说的 我重复了 这已经第三遍了啊 就是你一定要进化 如果说你不进化的话 你只能永远是一颗韭菜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